Ella成佳化在2023年末推出全新单曲《愿望清单》 新歌中Ella以温暖口吻唱出《最真挚祝福》 MV由金曲奖最佳MV导演英正豪操刀 更有言程序出演男主角 曾是偶像剧就想赖着你经典萤幕CP的两人 睽違13年破天荒合体 当然 Action Carlo 你一定要给我带上去 这个OK OK啊 太棒了 找我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 因为我想说 怎么会想到我 没有因为我身边最红的朋友大概就只有你了吧 突然就觉得说好像坐到那个时光机然后回到那时候 对 就是刚刚拍戏然后你很照顾我的那种 有啊其实对我就想到好多以前的故事这样 那时候是小屁孩 不会啦 你其实我觉得Jerry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懂他的人都懂这样 嗯 是 好 Hello 已经会放黑了 你这样子我就 处理你吗 怎么处理 你说什么人生啊 刚才有一句话说我不想要什么人生 我不想要被原份解释的人生 被原份解释啊 这句话写得好特别 就是说 哎 没能力 我自己觉得我今天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 自然的歌 太好了有打动到你 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我的愿望清单打勾了 因为这是小夏老师 就是真的帮我量身打造去写的 然后当初先有了这个词 然后小夏老师花了很久的时间特地写出来 虽然我曾经也唱过他的歌 可是这是第一次他帮我这样量身打造 那我一直以来也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能够唱到我也觉得愿望清单打勾 对啊我觉得好棒 那你人生有没有什么愿望清单吗 你还有没有什么清单 我愿望清单就是 可以在将来艾拉老师会就很漂亮 我的手 我的手 我愿望清单 有一个人看你 这首歌也会 不唬肝 你 梦想 一个一个完成了 失去了 最后也只剩下 我今天在听这首歌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好像每个人真的都 应该蛮容易共青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 所谓的人生清单要去做 只是我们心里面常常会觉得说 好 没关系 还有时间 或者是 等会有时间我们再去做 但我觉得这首歌 会让你很有感触 因为我真的觉得人生 你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但是就是在你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想做的事就赶紧做吧 就赶紧做 所以我觉得Ara做的很棒 其实某部分她也提醒了我们每个人 超棒的 谢谢你 你都完全get到这个心情 有时候会 有时候下轻了我们 下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的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序